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甩出一部撒糖剧,与男主同框超洋眼,网友,又是热剧预定 一部定义为非常成功的作品,主要看这几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收视率怎么样 另外播放量也可以展现作品的实力 娱乐圈有这样一个趋势,即便是新生代演员,也能够创造出相当可喜的成绩,从而被认为黑马剧 袁冰岩成为了一位相当优秀的演员,又甩出一部撒糖剧,瞬间受到了许多网友的扩散 被曝光的男主角,迎合了大家的需求,与他同框超级扬眼,网友认为,又是一部热剧预定 一位深受大家喜欢的艺人,不只是他的演技有多么精通,有多么出神入化 另外一个条件,也就是自身素质和修养,能不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 品德有疑问的艺人,再怎么优秀,也会逐渐被淘汰 毕竟圈子越来越规范,各种政策也在落实,只有品德高尚的艺人,才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才会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 袁冰岩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也是非常敬业的,任何角色都会尽心尽力 在娱乐圈里,竞争对手非常多,能够挑起重担,担任主角的,也只是相当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演员,在众人眼中只是一个配角 有些演员拼搏了几十年,依旧处于配角的阶段 并不是没有受到大家认可,只是没有遇到好的作品,让他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袁冰岩的实力越来越稳固,又甩出一部洒糖剧,引来的关注度,绝对是相当高的 各种话题层出不穷,相当看好剧本播出之后的成绩 一位演员,也是经过层层筛选,逐渐奠定实力 也会经历数不尽的坎坷和经历 只要不被困难屈服,终究会迎来可喜的成绩 只要能够顶住压力,演技能够带来创新,绝对能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导演带来的助青好,题材迎合市场,是相当火热的 剧情的创作模式,绝对能勾起你的收看欲望 这是以女主角为主,然后以女追男的形式,引发出一连串的故事 许多网友非常好奇,袁冰岩出演的此部作品,对他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挑战 凭借以往的经验,一般以甜美形象展现在观众眼前 此次出演的人物,是一位非常霸道的郡主,不仅有点刁蛮,还有一些任性 因为喜欢上一位侍卫,不惧怕任何留言,或者身份的悬殊,始终喜欢他 无论是角色,还是演技,包括内心情绪的变化,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的,也是一次很好的突破 此时,也有许多观众,将话题转移到男主角 一部好的作品,也需要一位适合的男主角,才能够引起更多的话题 从剧组放出来的一些剧照,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可喜的答案 第一感觉他们的同框剧照,是不是超级养眼 CP感也是十分抢劲的,从而更能够把观众的期待值揭满 被曝光的男主角是郑叶诚,被认为是进步相当快,演技创新能力特别强的艺人 他们的合作,迎合了观众的需求 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娱乐圈里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挑起重担 也就是担任男主角,这部分演员是相当少的,绝大多数演员是以配角参与 我们得知祝清好参与的男女主角,在他们身上,发现有着许多的亮点 他们的精力相当励志,完全能够挑起重担的艺人 袁冰炎甩出一部撒糖剧,观众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已有网友认为又是一部热剧的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